这句话 今天的人们早已习以为常 但它在1981年被提出时 却一度引起巨大争议 改革开放已经启动 但在那个习惯了一切由国家计划安排的时代 挣钱还是一个讨论的禁区 元庚这个标语的提出者 1980年8月 国家批准成立深圳特区 率先开展改革开放探索 要发展经济 就必须树立效率一时 最早提出并主持舌口工业区建设的元庚 把这个标语树在了舌口最醒目的地方 开始那时候外面来的人参观看到 有些议论有些想法 是不是考资本主义 不强调突出正式 所以说输上去没多久就拔了 争议持续 标语牌几斤拆毁 又几次竖起 1984年 邓小平视察深圳 员工叫人连夜把标语 竖在大陆边 最终得到了邓小平的任何 在改革开放之初 每一个探索都是一次牵以发而动全身的突破 这张照片的背后是一个四分钱的故事 深圳建设开始了 但施工速度却并不理想 为了让工人多干活 施工方决定 超额部分 每车奖四分钱 小小的四分钱 一下就把工人每天的工作量提高了三四倍 但这个行居有效的奖励办法 却很快被叫停了 在那时 人们习惯的还是大锅饭 不管你干了多少工作 你的工资总是那么多 少了这四分钱的奖励 施工速度又慢了下来 无奈的员更不得不向上级反应问题 直到中央领导亲自发话 这项四分钱的改革才得以继续 改革开放四十年中 发生过多少像四分钱一样的故事 光在深圳 这样的突破就超过了一千次 这张照片拍摄的 是深圳引进的第一家港资企业 照片中的工人 是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一代打工妹 这张照片拍摄的 是深圳也是全国第一批签订劳动合同的人 从1980年开始 深圳率先开始在全国公开招聘人才 这些来自全国各地的人 是深圳奇迹的直接创造者 直到今天 深圳依然是一座外来人口 占大多数的城市 这张照片拍摄的 是全国第一次土地拍卖 被称为中国第一拍 这一突破 直接促成了一次宪法修改 1984年 建设中的中国第一高楼 深圳国际贸易大厦 创造了三天一层楼的记录 这在当时是不可思议的速度奇迹 深圳速度 一时成为全国学习的榜样 当中国我们没有想到的是 84年 马上要过 国庆35周年了 那么要找深圳有十件代表性的东西 来反映改革开放以后 特计眷舍 它的成就是什么 那么什么代表深圳速度 后来他们就用国陆的建设速度 来代表吧 但深圳在改革开放中领跑全国 靠的绝不仅是速度 而是内国杀出一条血路的闯劲 从工程招标制到住宅商品化 从率先进行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革 到创办第一家股份制保险公司 一千多个中国第一 就是一千多个改革开放的里程碑 在中国一线城市中 深圳是最年轻的 39岁的城市 人均年龄33岁 在全面深化改革的今天 年轻的深圳 愿你仍然敢于走别人没有走过的路 收获别样的风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